这次大迁徙卢明德各展 台北市立美术馆特别邀请到 庄浦、徐远达、蒋博新、郑乃铭 筹组顾问团队 协助展成以及研究 并且由合床剧团艺术总监郭文泰 担任展场设计统筹 以剧场视角进行空间转移 透过视觉、光线、声音等元素 营造出沉浸式的无感体验 那透过这次的展览 其实也是等于是给后备一个典范 就是说你如何透过学习、教学 还有不断对议题的一直不断的创新 然后自我挑战跟突破 那当然卢老师跟北美馆的渊源算蛮深的 我们都知道北美馆是1983年开馆 可是卢老师他回国以后 从日本回国以后在1988年曾经获得 这个现代美术新展望的首奖 那这一次也有展示这一件 就是美术馆收藏的作品 那另外当然我们前几天知道 今年是卢老师70岁 那当然这也当成是我们对他致敬的一个办的一个展览 而在展场美财运用上 首次尝试花间迷走球目影像装置 以及方舟概念的动物群大迁徙的剧场转移 完整呈现艺术家卢明德的创作历程 然后大迁徙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人类大迁徙 那第二个是文化艺术的大迁徙 然后第三个是跟这次展览有关 是我个人艺术媒体的大迁徙 那个媒体是媒介的意思 等于是我创作作品里面的素材 然后整个来讲就是最基础的概念是艺术媒体解放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次除了这样的素描作品代表以外 也用了高雄拆船厂的一些材料 跟高雄工业的材料的象征的道具 另外是我特别在这个展间的后半段 应用了这次从高雄历史博物馆接出来的老照片 然后两边来呼应对应 让人家一起看70年前的港督意象 大迁徙卢明德各展 从即日起到7月18号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二楼展出 邀请观众朋友踊跃到场参观 欣赏复合媒体艺术论的创作伦理架构 记者许超雄 台北报道